政府早前计划在国内的各大高速大道 增建摩托车避雨停 让雨中行驶的骑士稍作逗留和遮风挡雨 工程部长都斯里亚历山大进一步宣布 计划在高速大道上设立摩托车专用道 保障摩托车骑士的安全 Plan案元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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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元 亚历山大下午到新班底大道巡视新落成的大道避雨停后 向媒体指出 工程部收到了道路使用者的反馈与建议 接下来将采取更多措施 保障摩托骑士的骑车安全 至于摩托车道的宽度和车道的数量 还需要当局与专家从长计议 同一时间亚历山大也回应了 无闸门大道收费系统陷入垄断的争议 他表明计划还在审核阶段 各大道公司有权自行收取过路费 并强调根据现有的特许经营合约 各大道公司依然持有收取过路费的绝对权利 感谢观看